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有些学习内容会比较枯燥 也没有很高的实用性 不知大家是否认识Steve Kufman老师 在他的书里写道 学习语言时 要找到有意思的东西和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那么我们会更积极地去学 并且我们会坚持下来 Steve老师是个加拿大人 但是他能流利地听说读写20种语言 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五体投地的意思就是到了极点 那就是说我个人是对他尊敬而心服到了极点 受到了他的启发 所以呢 我就开始有了做这个Podcast系列的思路 希望用比较有原创精神的内容来帮助大家提高兴趣 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实践Steve老师推荐的学习方法 也希望我的Podcast系列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有趣 轻松 灵活的气氛来逐步提高中文水平 这个系列比较适合中级水平的听众们 听众们是指收听演讲音乐或者广播的人 像收听我的Podcast的你们就是我的听众啦 如果你已经到了终极水平 那么恭喜你 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等级了 我相信你在学中文这件事上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也投入很多精力 我希望像这种有意思的话题会对你的中文学习有所帮助 希望它可以帮助你每日坚持学中文 这其实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如果你可以养成每日学习的习惯 找到一个有兴趣的频道 每日坚持收听 最主要是学习的内容比你现在能全部听懂的水平 再高一点 那么这样的学习材料对你来说更有帮助 更能让你学到新的东西 你也可以重复听已经听过的文章 循环重复 直到你可以了解大致的内容 也可以跟着朗读 这样的学习的内容 这样的学习方法是不是比做语法题更有意思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语法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能开口说 能听懂问题 能有问有答的聊天 逻辑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思路 这不是比纠结语法更重要吗 这才是学另一门语言的主要目的 不是吗 我们要的是能开口和当地人沟通是吧 有时经常想着语法和词汇 然后就说不出话了 卡住了 这样对学习语言是不利的 会非常打击自信和积极性吧 让我们一起尝试一下新的学习模式 没有语法 没有认字 没有写字 只有真正有用的中文 只有有意思的话题来加强你的学习积极性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想学中文 不会被中文太难了 这样的想法给吓跑了 你可以找到这期的podcast的中文版本 我会把它粘贴在叙述栏和留言版里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有感兴趣的话题 欢迎给我写邮件 我的邮件地址是 也欢迎所有对中文学习有兴趣的朋友给我发邮件 我会坚持每一周到两周发布一个新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邮件和留言版来进行聊天和讨论 这是对我工作最好的肯定和鼓励了 我先提前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好了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话题 今天是In the Chinese Podcast的第一集 我给大家准备的话题是女英雄 说到女英雄 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 Supergirl 女超人 是Black Widow 灰嘎夫 又或者是Captain Marvel 对 她们都是我们心中的女英雄 但是 我今天想介绍的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女英雄 大部分人也许都是从迪士尼电影来认识她的吧 迪士尼公司一共拍摄了三部有关她的电影 前两部是动画电影 分别拍摄于1994年和2004年 最近的一部是在2020年上映的 这是一部真人拍摄的电影 女主角是刘亦菲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能猜到我要说的是谁了呢 对啊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木兰 花木兰 木兰可谓是金国英雄 金国英雄的意思是女性中的英雄人物 其实呢 花木兰的原著是木兰词 但是她的作者和创作时间都已经无法考证了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了解的花木兰 无论是从她的姓氏 年代 身世还是从军经历 一切都已经被其他的作者重新整理过的版本 每一个后来的作家也对花木兰的故事各执一词 各执一词的意思是各有各的说法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因为历史上没有证实记载过这位女性 所以我们无法证实她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不能确认她是否真正的存在过 显然 花木兰成为了中国古代女性从军的代表人物 千百年来 因为她很勇敢又淳朴 木兰一直受到大家的尊敬 也许是基于她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也相当的吸引大众的眼球 所以迪斯尼公司前后花费巨资 创作了三次都是关于她这同一个人物的电影 按照大家的中文水平 我给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然后来讲述她的故事吧 如今我们熟知的花木兰大概是这样一个版本 花木兰 花是她的姓 木兰是她的名字 但是她真的是不是姓花 我们现在无法考证 木兰大概生活在420年到589年之间 由于在那期间在中国发生了战乱 所以当时的政府规定每家出一名男子上前线 那时打仗的队伍都只有男人 女人是不允许进部队的 木兰家只有两名男子 她的父亲和她年幼的弟弟 自然家里人不能送年纪很小的弟弟去打仗 所以花木兰的爸爸必须要入武应战 入武应战的意思是加入部队上战场杀敌人 但是因为木兰爸爸年迈又身体虚弱 木兰太担心她爸爸的安危了 所以她决定代父从军 代父从军的意思是代替父亲去加入军队 因此木兰开启了她长达十二多年的军队生涯 木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勇气 也是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实力 据说花木兰的爸爸以前是位军人 因此她从小就把花木兰当成男孩子来培养 木兰十岁时 她爸爸就常常带着她到小河边练武 练武就是练习武术 他们也经常骑马射箭 她的爸爸还教木兰如何使用兵器 兵器的意思是打仗时候使用的武器 可以是箭也可以是刀等等 在空余时间木兰也非常喜爱看父亲的兵书 兵书是关于记录打仗策略和调用兵力的书籍 因此当木兰听到父亲要被派去打仗的消息时候 她心想 虽然我是个女孩 但是我的武艺不错呀 为什么我不能和男人一样上战场杀敌呢 想到这里 她丝毫没有犹豫 便决定要代替她的父亲上前线 前线是双方军队交战的地方 或者是敌人很接近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第一线 当然 现在我们说前线 并不是军队打仗的地方 我们现在用前线也来描述工作 工作或者生产的第一块区域 也许我说英语大家都清楚了 前线就是frontline 前面的线 我用这样的解释只是帮助大家的记忆哦 我们可以说因为前线医生的努力 很多病人都慢慢恢复了健康 或者是前线的记者给我们发回的报道等等等等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 上前线打仗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更不用提木兰需要隐藏自己女性的身份 又要与伙伴们一起杀敌 所以她度过了12年非常艰苦的军队生活 但是她最后还是完成了使命 凯旋而归 凯旋而归的意思是带着胜利的果实回来了 当时的皇帝因为她在军队中的功劳很大 特地的想给她在朝廷里任职的一个机会 但是黄木兰拒绝了 任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作和上班 那时皇帝也想赠送她一些财物 但是也被她拒绝了 她只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那就是希望皇帝送给自己一匹快马 允许自己能回家 那么她就可以骑着快马赶回家 快点见到自己的父母 好好地孝敬和照顾他们 与他们一起生活 木兰回到了家 看到很多年没有看到的家人 他特别高兴 回到家后 他脱下了战袍 战袍是打仗的时候穿的衣服 他换上了女装 放下了长发 走出来向护送他回家的战友们道谢 战友是指一起打仗的伙伴 当伙伴们见到木兰 原来是个女孩子 都非常惊奇 他们都没有想到 共同战斗了那么多年的战友 竟然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迪士尼的花木兰版本中 花木兰在军队里还收获了爱情 她与一位军官恋爱了 好了 这就是花木兰评深的大致内容 她确实是一位很有谋略 也很有勇气的女性 说她有勇气 因为她特别勇敢 果断地替父亲上战场去杀敌 说她有谋略 因为她可以不断地战胜敌人 也可以在这些年的从军经历中存活下来 而且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通常我们用一个成语来概述木兰的故事 那就是木兰从军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期podcast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 请给我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 你们的支持 是我继续这个In the Chinese频道的最大的动力 祝你们每一天都有好心情 每一天的中文都有进步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